我的事忘了你忘了愛 請你全力忘記我們 真心相愛 好不容易合體唱跨年 5566不能亡 更不能塞在車陣中 台中的跨年是雙組場 除了他們 台中天團911 還有藝人盧廣仲 都得週記球場 跟力保樂園兩頭趕場 協助藝人順利到場 照流程登台 台中市政府未雨綢繆 請交通大隊先規劃不安 而警方的秘密武器是這個 連外道路還有會場周邊的藥道 最容易塞住 交代員警會騎著大型重機到場 儘快排除狀況 讓車流順暢 包括台中市的交通大隊 他們都會協助藝人 來進行趕場的一個動作 也可以走相關的一個交通藥道 甚至是走專用道 可以讓整個活動來順利來進行 兩個會場都有管制區 突破車陣還得擔心歌迷太熱情 塞在門口等偶像 警方說藝人有需要 會協助引導 但不會專程開道 以台中在地的911為例 他們規劃唱完台北市政府這一場 就馬上搭高鐵回台中 高鐵站接國道一號 從中青交流道下來 就進入洲際棒球場的管制區 不塞車應該可以省20分鐘 表演結束馬上再搭保姆車 中青交流道轉國道一號 直奔後裏交流道 如果還有遠景協助引導 應該可以省下30分鐘 藝人趕場交通經濟公司得負責 警方可以協助引導 但不能專門開道 以免又被批特拳 但為了確保節目流暢 市政府所屬單位全都動起來 畢竟藝人能夠平安到場 觀眾才有精彩的節目看 記者蔡小剛 李孟章 台中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